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,香蕉,凤梨产地价格暴跌,民进党政府也感受不少压力,民警党主席,总统蔡英文金于民进党中常会听取行政院相关报告后才是,希望农委会尽快盘整,未来农产品还有什么产量大幅提升的种类,会有市场预期效果的水果,要很慎米执行市场预警系统。 据转述,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会中指出,针对凤梨,外销成长28%,政府也在积极提认内需,例如鼓励团善等,但对蔡要求应盘整未来哪些农产品会有产量大幅提升的指示,卓则当场保证,政府会做好市场观察,会有对策,在盘整后,会向蔡报告。 在农业现出身的立委陈明文则警告,即凤梨,香蕉后,希望火龙果不会是新议题。 与会者说,今天常会时间开不久,但此话题,党内讨论十余分钟,现现蔡对此相当重视。 蔡英文虽指示,市场要有预警系统,要有更机灵,灵动的中央地方紧密合作,但也已有所指说我讲话不能太大声,免得又说我震怒。 找联系统